美女只因上班期间没穿比基尼 就遭老板以不敬业致名炒了鱿鱼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家年入2500万美元的餐饮公司 不靠美食发家 而是以比基尼女孩为营销噱头致服 在其他竞争对手多修于员工穿着暴露时 他们却毫不避讳尺度大胆 因此积累了不少男粉钱来消费 并帮助这位名叫道格古勒的单身汉一月成为百亿富翁 甚至不惜重金买下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 为其命名为比基尼基地 然而正是这一夸张举动引发社会热议 也加速了他品牌的声明大噪 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 公司经营越加吃力 为了一探根源 他决定伪装成摇滚歌手杰克卧底到基层实习 员工们则被告知他们正在参与一档真人秀节目 他们需要通过杰克在节目中的表现 最终决定他能否赢得此次创业的奖金 为了掩人耳目 他戴上假发沾上胡须 涂上黑指甲油 最后贴上中文字纹身 一番乔装打扮后完全变了模样 一切就绪后卧底第一站 杰克来到德克萨斯州体验调酒师一直 接待他的是性感美女杰西卡 杰西卡身材脸蛋都能打十分 但不穿比基尼让他很生气也很失望 顾客对此也很疑惑 显然顾客对这样的回答很不满 这可是公司的吸睛点 可他竟然就自顾自地篡改 而且丝毫没意识到这样有何不同 甚至直言他的本职工作就是 确保顾客能照顾到 而不是其他多余的东西 尽管杰克心有不满 可现在他只能忍着 低调做好调酒师才是最要紧的 然而做惯了老板的 他哪能习惯调酒师的工作 只见不一会儿功力 他就手忙脚乱接连打碎了两个杯 而且时间越久等待的顾客越多 杰西卡很不满杰克的表现 随后杰克又主动找顾客聊天 但明显顾客已经有点喝醉了 杰克担心他会酒后闹事 或者存在自身安全问题 而杰西卡丝毫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依旧不断为他上酒 好在经理及时出面 这才制止了事情的恶态化发展 休息期间两人闲聊 杰西卡说 他原本是一家物流公司的客户经理 后来公司破产了 要不是没有其他工作 他有多看不起这份工作才会说出这番话 在问到有多不喜欢这份工作时 他甚至毫不犹豫说 回想起他此前种种表现 再加上这番谈话 杰克决定卧底结束后再来收拾他 卧底第二站 杰克来到阿灵顿的一家门店做服务员 接待他的是小美 小美先教杰克如何招待客人 但杰克却因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 差点得罪了顾客 好在小美是情商高手 三言两语就化解了尴尬 但杰克的做法却让小美很不满 因为得罪了顾客 要被扣钱的是自己而不是杰克 期间杰克发现店里生意出奇的冷淡 比金尼宝贝们甚至聚众聊起了天 整个看上去毫无上班的样子 而在招待另一桌聊得正欢的顾客时 小美甚至招呼都不打 就直接开溜接听电话去了 杰克非常生气 随后才知道 原来这里压根没有上级精灵 一切都考验宝贝们的自觉性 很快小美就发现了店里过于冷清 于是她拿出哭拉圈来到店门外交杰克转 想以这样的方式消磨时光 顺便引课入店 期间小美说 自己因为抗拒上班而被解雇了四五次 因为经理只会给她画饼不断加重她的工作量 却没有给她相应的薪水 重点是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要不是因为自己本身热爱穿着比基尼上班 估计她早跑了 但现在她最想的就是存钱做医美 杰克认为她总体还是很积极乐观的 只是缺乏正确的引导 于是她在心里有了新的决定 卧底第三站 她来到另一家门店 接待她的是厨房主管黑哥 看到涂油指甲油的杰克时 一时难以接受 不过她还是主动介绍说 自己的工作就是确保厨房正常运种 包括看完单后将鸡腿下油锅 然后准备相应配料 鸡腿炸熟后摆餐 最后上餐 做完后还不忘特意嘱托杰克 摆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美观和细节 因为来这里的顾客 都是喜欢用眼睛吃饭 杰克听后暗自高兴 因为这正是公司的宗旨 看来黑哥把这些贯彻得很到位 轮到杰克练手时 他不仅速度慢 还把客户要求的酱料鸡腿搞错了 黑哥恨铁不成钢 一直避避着严格的规则和要求 尽管杰克很不喜欢一直被说教 但作为老板 他又很为黑哥高兴 因为看得出来黑哥对工作要求很高 对细节也很重视 黑哥还说厨房没有洗碗机 别人对餐具都是草草了事 但他坚决不这样做 正说着黑哥的妻子打来电话 通过聊天杰克了解到 因为专注把工作做到最好 黑哥失去了很多陪伴孙子孙女的时间 而且他任劳人员工作 好不容易晋升成功 但薪水却原地不动 要不是因为热爱这份工作 估计他也早跑路了 老板听后很是不满 于是他在心里默默做了个决定 卧底第四站 他来到达拉斯的一家门店 接待他的是门店经理短发姐 短发姐简单介绍完自己的工作 就开始了今天的碰头会 所谓碰头会就是 集合比基尼宝贝们一起加油补进 期间杰克发现短发姐和这些比基尼宝贝们 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和价值观 而这些正式公司想要强化给员工的 显然短发姐把这些贯彻得很出色 随后在分配工作任务中 杰克被安排去了播放电视 正当他对这些巨型机器手足无措施 他又被告知刚刚有两个女孩 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辞职不干了 女孩们的辞职就像啪啪打在自己脸上的巴掌 于是他问起短发姐对待离职女孩的想法 短发姐说自己之前也是比基尼女孩 如今做了经理 也更懂得如何尊重他们 以及获得他们的尊重 在这过程中自己付诸真心对待他们 但女孩们说走就走也会让他很难过 为了解决用工慌问题 他甚至会通过脸书来招聘 但即便如此也很难招到合适的人 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里工资太低了 有段时间因为丈夫失业 他不得不身兼三职 可即便如此还是没能保住他原本漂亮的房子 加上女儿刚出生 脖子上就长了个肿块样的东西 牙齿也长得参差不齐 治疗这些需要大量的钱 因此也就背负了一身债务 杰克听后心疼不已 原来为自己卖命的员工经过得这么惨细细 看来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 至此卧底之行结束 杰克卸去伪装并移赴全新面貌世人 而员工们则以为是来给杰克打分的 直到他说 正当杰西卡沉浸在喜悦中时 殊不知他的厄运却即将来临 老板无法容忍自己的比基尼宝贝 竟然不穿比基尼上班 而且也没有控制局面的能力 更难以容忍的是 他丝毫看不起这份工作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突如其来的被刺退 让杰西卡一时难以接受 随即起身摔门而去 他难以理解自己明明有做好本职工作 只因为说了不满意 现在所处的位置就被解雇 另一边是小美 老板非常喜欢和她一起工作的时光 但很介意她总是不分场合的看手机 好在聪慧如小美 她回答 这回答可谓完美满足了老板的虚荣心 因此奖励自然也不会少 得知她最想要的是有双奥顶的苏兄 老板决定只要她能做到六个月内充满激情 而且只专注于工作而不是手机 那么她将帮她联系龙兄的人 而且龙兄费用她全部承担 针对她此前提到的对营销不满意的问题 老板决定重新启动比基尼促销女孩计划 而她将是这批女孩的领导者 薪水自然也随之增长 小美受宠若惊激动不已 她热情拥抱老板表示感激 接着是黑哥 黑哥的表现很出色 了解到她升职了却没有加薪 老板因此当场承诺为她加薪30% 而且此前欠下的薪水也一并还给她 想到黑哥因为忙于工作而闲有时间陪伴家人 老板决定奖励她一万美金当作全家人出游的费用 黑哥感激涕零 以欢呼声表达内心的激动 最后是短发姐 短发姐充沛的精力和热情 以及自信的笑容让老板深深动容 她非常希望公司能有成千上万的短发姐 因此为了发扬她的精神 老板打算让她给新人培训 未来将有大批笔记名女孩 会通过她的培训走上工作岗位 她的薪水每年也随之提升8% 得知她女儿的病情以及牙齿问题 老板承诺会帮她联系最好的医生 帮她解决困难 不仅如此 老板还奖励了她一万美金用于改善居住条件 至此本期卧底老板结束 我们都有对现状表达不满的权利 但既然选择了当下的工作 那么请相信当下的 即是最好的 至于其他的 可以为之怀抱希望 但不能因此而懈怠当下